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韭菜兄弟,大家早上中晚上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土矿,不能算是土矿,这个项目比较有意思的项目 而且我个人认为它的目标是pancake swap,它背后的团队也有可能是venus或者是pancake swap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到时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是什么呢,就是我分享在屏幕上的,对吧 叫做dinosaurx或者叫做dsgmetaverse.com 这个项目它有很多很多的玩法,很多很多的功能 这个项目我们今天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并且谈一下我是怎么样去玩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项目现在的年化还是非常的高 刚刚出来一个多礼拜,我大概是三四天前进去 我玩了一下,就是没有放太多钱,大概放了五六千刀左右 收益还是比较不错,每天大概有一百多刀的这样的一个收益 但是因为是一个很新的项目 虽然它的项目做过了审计,但是它背后的团队是匿名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比较小心,我们知道uniswap也好 我们知道sushiswap等等等等 这些swap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金融犯的,对吧 没有这种复杂的这种游戏风或者搞笑风 或者是社交风,但是pancakeswap它就带来了很多的社交,对吧 pancakeswap这种风格就是比较搞笑的这种社交风 比较亲民它带社交,但它真正的社交东西呢又不多 虽然它现在在做nft,之前还有很多的玩法,对吧 什么猜,竞猜,这个价格等等,它玩法特别多,win对吧 lottery,这些都是一些socialize 就是使得整个项目非常活跃,这样有很多的人会冲进来 包括他们的twitter,pancake的twitter是非常活跃的 就是因为它有很多social的这种社交的这种属性的玩法 但是它没有,它并没有把它推向极致 而我们的dinosaur x就是把这种social推向了极致 把这种各种各样玩法推向极致的一个dap 我个人认为它的目标是要称为第二个pancake 甚至它想超越pancake 好,那当然现在还维持过早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项目 然后最后我会告诉大家我是怎么玩的 这可能是最好的玩法 好,现在这个价格是2块7 我大概是在1块钱左右进的 我是三四天之前进的,现在已经涨了 涨的挺多的,说实话涨一倍多了 然后现在锁仓了差不多是5亿美金 锁仓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夸张 虽然和pancake这种锁仓达到几十亿美金 pancake现在锁仓是多少 130亿对吧,差距还是比较大 但是在刚刚上线一个多礼拜10天的时间 超过5亿美金也已经是非常非常夸张 然后它的成交量也非常高 24小时成交量达到5亿美金 首先它有defi对吧 那这是去中心化金融 它有一个exchange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它在挑战pancake swap 当然它引入了这个叫做什么trade mining rewards 就交易挖矿的这样rewards 你只要交易就可以获得rewards 这有点像mdx的,mdx也有这个 但是它甚至比mdx更加牛逼 等会一个看 它有交易它有自己的提交liquidity 对吧 然后它有farm 这个都和pancake swap非常的类似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直至今天 它的API仍然是非常非常的高 这些DSG是它的主要代币 它API有1600什么2000多1200对吧 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它池子更新开的也很快 刚刚beta上线我们刚讲过beta 它beta也就开了这个池子 后面就是一些比较好玩的 它有nest 对吧 你可以质押DSG去获得其他token 这个有点像syrup pool对吧 这个也是 这就是比较正常的 比较正常 它有more这边有点nft的性质 你可以去买它的nft 买它的meat thefragment 买它的什么小蛋 对吧 这些都是有用的 我们多少看 然后它nft里面有什么moneyhungrydino 又是一种玩法 还有nftmarket 对吧 买这些meat都是有用 买这些nft都是有它的用处的 不是买了玩玩 还有trading 它现在有个交易挖矿 交易挖矿看到现在的年化都是1万8 2万 非常的非常夸张 那具体这个怎么玩 我们的话会给大家简单介绍 它还有一个member的形式 怎么样成为member 怎么样成为它的会员 你必须要有一个vdsg 才能成为它的会员 而vdsg必须要有100个dsg 它就是一层又一层又一层又一层的玩法 把它的dsg的价格给稳住 现在的会员的年化是2879 而且你们可以看 就肯定是一个中国大佬背后支撑的项目 因为它支持了简体中文 我们把它换成简体中文 我已经在这里面玩了一段时间了 对吧 我大概放进去了一个vdsg 大概三四天的时间 获得了30%的收益 好 更多的话就是审计报告github文档 行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它的优点在哪里 第一 它的代币 ddsg是自带燃烧属性的 这个代币是自带燃烧属性 我可以去它的文档看一看 还有它还专门写了中文文档 这个肯定是国内项目 首先它的支离代币 ddsg ddsg的供应量它是没有硬底 对吧 而且是始终通胀 ddsg是整个Dinosaur X的最最核心的一个代币 然后ddsg 然后ddsg呢 是可以成为它的会员 必须要vdsg 就是100个dsg 变成一个vdsg 会员凭证vdsg 对吧 然后vdsg有什么用呢 vdsg可以获得很多的优势 很多的优势 包括治理啊等等等等 但是我们先要看这里 dsg的产出 现在每个区块是出88个dsg 然后它的去向是哪里 交易挖矿 对吧 流动性奖励 龙族会员奖励和项目基金 占8% 这是它的权重 大家可以有空看一下 但这边它没有说dsg是会燃烧的吗 这边写了对吧 大家一定要记住dsg是有燃烧的 每次转账扣除万分之五 其中万分之三直接销毁 万分之二是分给vdsg 就每次啊 这个有点就有点像很多这种动物币 就有这个机制 对吧 很多动物币就有这个机制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 我们先讲它的dsg 对吧 dsg它是没有硬顶的 然后每个块现在是88 当然后面肯定会降 然后它怎么玩法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有燃烧的机制 然后dsg可以变成vdsg 变成那个member 好 那我现在在参与的是 主要我是参与的是这个xvs和bmb 不对 我主要参与的是xvs和vai 因为我之前有一些xvs 并且我也挖了一些xvs 所以说大概这边有4000块钱左右 我现在大概每天的收益大概在100刀不到一点 4000刀每天的收益大概在100刀不到一点 所以年化现在是469.7下降 因为之前好像是500多 我们可以算一下4000如果乘以5 就是2万对吧 除以365 每天的收益应该是在60刀左右 没有100刀60刀左右 还有一个我是10币和bmb 我之前买一些10币 差不多放了833 然后这个收益就比较低了 每天的收益大概是在10刀不到 833块到这边是10刀不到 那我个人认为你最好的参与是这个var和usdt 为什么说是var和usdt呢 首先var也是一个算法稳定币 虽然这个var呢 是venus上面的对吧 虽然他的pag一直很差 就是他和1块钱锚定 一直锚定不到1块钱 但是由于这个项目的诞生 把这个var硬生生的又几乎拉到了1块钱左右 所以我就为什么在前面介绍的时候说 这个项目背后可能有venus的支撑 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有的交易队都支持了xvs 支持了var 他把var和xvs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权重 放在这个项目的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那bnb你看var和dsg 对吧 bnb就不用说了 var和dsg直接放到第二个 甚至再把usdt都放在前面 这就可以看到他的权重 对吧 就变 bnb和xvs也放在很前面 var和usdt var和bust var和xvs var和bnb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把var 把整个var的生态几乎又救火了 没有这个项目var永远是脱钩脱锚非常非常严重的 这个也是直接导致了在venus上面的var全部被注销 注完了 我本来想去注一点var 如果大家是比较早期的地方玩家 我们肯定知道venus对吧 venus里面可以mint一个var 现在已经mint不出了 因为是那个available是0 全部被mint光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var的 var应该是在这里不行 到cream上面 cream.vinus 你看到现在var本来根本就是无人问津的一个稳定币 算法稳定币 现在的var 现在的var的借贷力高达238% 非常非常的夸张 这是为什么原因 它背后的原因就是这个项目vdsg vdsg 行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回到这 然后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去挖这个 就是var和usdt 他的年化现在非常高 330% 而且var现在基本上已经回到了1块钱左右 当然1块钱还不到 当然还是有风险 就是var还是会有波动的 你说usdt和bust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风险的一个对 但它的收益只有20% 这个也是大家放了2亿2500万 就是很多人把很多钱放进去 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个项目现在目前而看它的合约 应该还是稳的应该还是稳的 好 等到你有了dsg之后 我是建议大家参与会员 现在参与会员的门槛是100个dsg 我是建议大家白挖dsg 白鲁dsg 你可以放一个5000刀1万刀 看你自己的有多少钱去挖矿 对吧 像我一般挖矿是占了20% 就20万左右在不同的平台挖 然后在这个 在这个里面我大概放了五六千刀 我可能会考虑放更多的进去 进去之后你一般是在哪里挖呢 就挖到那个矿之后 你就可以铸造100枚 等你挖到100枚dsg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选择去卖掉 去赚点快钱 可以赚200多刀对吧 或者我是建议大家 把这个放入这个vdsg里面 因为不知道这个项目未来 会不会成为另一个pancake swap 就目前而看 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可能的 虽然为时尚早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vdsg 就是这个会员模式 这个会员模式会获得很大的 会获得整个平台很大的收益的提成 包括交易手续费对吧 万分之2.5属于vdsg 包括每18枚dsg 就会给我们会员 转账手续费 就是dsg会burn和燃烧 对吧和转账收费 会属于vdsg 以后什么贪财龙卡槽升级费用 也会属于vdsg nft的手续费也会属于vdsg 就是crv里面的ve 对吧 scroll crv 但是crv里面的ve crv 你必须锁一年到四年 对吧 这里面呢不存在锁藏 你可以随时赎回 但是要 它是怎么来解决这个大家随时赎回的问题 它有个退出费 就是你现在赎回之后 你只能拿到54% 对吧 56.15% 要把这部分钱分给所有的vdsg的持有者 对 那这个也是动态变化的 就是说参与的人越多 会员的人数越多 这个退出费就会变得越少 参与的人越少 它退出费就会变得越多 当然参与的人越少 你相对来说分道的收益也就越多 对吧 它有个动态平衡的机制 所以我的玩法是 首先去翼龙能场通过usdt 好 通过挖和usdt里面去挖 年花30% 你放1万块 那一年会给你3万块 按照目前的这种比率 快点赚到100个dsg之后 我们会放到 放到 放到 放到会员里面变成一个vdsg 对吧去享受 我就不去动它了 我这边是赌 它未来会成为下一个pancake swap 对吧 这比起来反正都是白嫖的 活来的 对吧 这是一种玩法 还有一种玩法 就是交易挖矿 交易挖矿很夸张 交易挖矿的一般性的年化利率 比挖矿还要高 但是交易挖矿的话就是 你要记住交易挖矿 我是建议大家去交易 bnb和beta 但bnb和beta它的流动性不高 就交易挖矿有两点要注意 第一 就是它是有滑点的 你每次交易的时候 你的滑点我们可以去猜对话里面对吧 如果我们选一个bnb和beta 比如说我10个bnb 对吧就没多少钱吧 几千块钱 100个bnb 对吧 4万块钱 你看它滑点就是1.84% 这个滑点是很高的 并且它要收千分之三的一个手续费 虽然大家可以不断的去刷 不断的去刷 但是你10个bnb 就5000块钱 4000块钱 它的滑点达到了千分之二 再加上千分之三的手续费 就每次就差不多有千分之五左右的损失 你交易完之后 你去交易矿石里面就可以看到你的累计奖励 我这边已经领取了 我之前交易过 只要当你这边会收割 只要当你不收割 你的交易量就可以永远的吃这个年化 这也是一种玩法 就玩法有各种各样 看大家自己喜欢哪种 当然交易的话 记住你是有滑点的 并且你是有交易费要支付的 像这种年化比较高的 它的滑点也就比较高 对吧 行 最后 如果大家可以的话 大家可以用我的一个邀请好友 share the link 邀请好友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boost 并且也会给我带来一些boost 我会把这个放在 这description里面 大家如果要参与的话 可以用我的邀请好友方来参与 好 再次感谢大家 这里是韭菜兄弟 你看这哥们铸造了这么多 2388个 每页可以获得570亿 这个人 牛逼 牛逼 邀请好友就是大家要质押VDSG 我才会有一定的收益 对吧 然后这是大概是怎么样 行 如果这是一个社交类项目 如果做起来 也就是说大家不停的去邀请好友 对吧 或者是把这个东西做起来 大家都赚到了钱 然后就有可能 会成为第二个cake 那也就是说现在cake的币价大概是20道 那他的币价可能也有可能到20道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当然这种收益这么高的情况下 不可能持续 总有一天会爆掉 对吧 总有一天都爆掉 好再次感谢大家 这里是韭菜兄弟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下个视频我们会再讲一下其他的一些玩法 和我进一步的心得 我也在去研究 我也在看 对吧 谢谢大家 下个视频见 Peace